接下來我們來看的這個是那個就是Google表單的部分 那剛剛呢總共有21個回覆了 所以你看這個是摘要 有沒有看到大家傳了這麼多還有42個 那麼你可以直接從這裡檢視資料夾 它就會打開我們的什麼 這個Google文件就是Google雲端令碟 有沒有看到了 誰交了哪些檔案上來 因為後面有登錄的名稱嘛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是誰交的 這樣清楚 好這是第一個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呢個別的看 因為有些時候你這樣混雜在一起 這樣有沒有看到第一個是我交的嘛 第二個交的哪個有沒有看得到的 而且這裡 這裡不能直接點 這裡只能看而已 那你還可以列印出來 這樣了解嗎 好這個是你可以像這樣子去弄 當然如果有問題的你可以把它刪掉 好有問題可以刪掉 所以 真的可以交對不對 那它檔案都放在哪邊 你看在我們雲端令碟這裡 我今天有開這個表單 有沒有發現你雲端令碟也多了一個這個表單 在這邊 就是剛剛上面這一個 好上面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直接點進去就看到 這樣知道怎麼做了對不對 那前端的剛剛其實大家在這邊 這邊如果你是直接來上傳的 一開始就是從這邊 但是這裡我有做說明啊 我說你最多五個嘛 最多五個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從這邊新增檔案 那一個前提就是您必須登錄您的Google帳號 Google帳號 好所以我在這邊新增檔案的時候 只能再小了 不好意思 傷害大家眼睛 好你可以選擇就是自己電腦 或者雲端令碟的 那也可以直接用拖一進來知道嗎 一樣的方式 所以好了之後就上傳就這樣子而已 剛剛大家已經體驗過了嘛 那現在我們回過台 這種表單你要怎麼做對不對 到底有哪些限制啊 來我們就回到這邊來 你來這裡我就從這邊新增 近雲端硬碟喔 知道了喔 近雲端硬碟好 更多 更多裡面 有沒有看到Google表單的 按一下 上面不用理它 重點是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檔案上傳 就是它 好就是它喔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這樣呢就會切過來 但是它告訴你齁就是 作者必須要登錄Google才能夠回答嘛 好繼續 來 你如果想要綁定特定的檔案類型 這裡可以打勾 你就可以選擇 欸我只有 是一般的文件才可以進來喔 所以在這個地方有沒有發現你可以限制檔案類型 還有什麼 你可以限制可以上傳的檔案數量 檔案大小 最大的上限一個檔案一區 你應該很少那種檔案 因為就算它傳的上去 我也不想收啊 因為下次還要時間啊 哈哈哈 了解吧喔 所以你可以限定 欸我這個檔案多大 那檔案的上限 數量上限 我記得是好像最多到50吧 其實一般如果真的那麼多 我們就會叫它用壓縮的 這樣是比較好一點 好不要說分那麼多 不然這樣反而就看得很亂 所以你確定好了 那如果真的是避田就把它勾起來 這樣就解決啦 好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剛剛回覆那邊 應該就當看過就有印象了 所以表單的部分呢 這是Google在最近這段時間比較大改變 因為它原本這個功能只有企業版才可以用 那到了今年還是應該是今年 才開放給就是一般的Google帳號使用這樣子 OK 好所以可能我們今天就只能暫時先上到這邊 OK謝謝大家 謝謝